穿著超短熱褲繡美腿 大方繡事業線 一個個長相甜美 他們是泰國變性人 在酒店陪酒接客 看到大批檢警搜索 表情驚訝 來到住處 十幾名越南外配 還有變性人 擠在這棟平房環境雜亂 當初以為 下來台灣或表演 卻被強迫帶到酒店 應召站接客 幕後主賢是他 平頭戴金邊眼鏡 他是嘉義市議員洪友仁 無黨籍高中畢業三屆市議員 平時問政低調 不常出席 檢調日前接貨檢舉 洪友仁經營人口販運集團 利用人頭引進月配變性人 到酒店脫衣陪酒接客 脫由經濟公司來引進 這些變性的太極人 來在他酒店從事性交易 從事性剝削的酒店 鐵皮搭建 外觀不起眼 但地方小有名氣 洪友仁涉嫌 脅迫變性人控制居所 一週接客30次 每次7000元抽成5000元賺暴力 檢調經過一年搜證 率領110名檢警兵分7路搜索 但洪友仁街道風聲 逃之夭夭 在這個搜索過程當中 黃信運有文訊 有打電話到酒店 然後他才得知 我們已經有這個行動 洪友仁打電話到酒店 知道檢調登門搜索 掛電話失聯 擔心他潛逃出境 地檢署發出拘票 近期把人拘提到案 進一步釐清案情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